新日上瓦里三一名男童发烧 但送医路程较远 家属驾车花费两小时才到医院 延误了急救的黄金时间 到院急救后原是宣告不治 但这样紧急后送的不幸消息 再次凸显原乡医疗量能的不足 大概半小时吧 比阿医院的不一样的 大概一小时多吧 那急诊就是以至于说 很多原住民在第一线没有办法得到 立即性的一个紧急医疗照顾 以至于他没有办法留着他的命 到后送的医院去 目前在原乡地区民众就诊 大多是依赖卫生所以及巡回医疗车 但若遇到紧急或是重症患者 则是要到市区的医院就医 甚至是医学中心的大医院来做治疗 对此服务于原乡的高杨威医师 就指出了影响原乡及重症治疗的两大原因 那环境概况在山地区来看 它普遍都是地府非常大 交通部非常不方便 人口的稀少以及部落的散居 因为这样的一个很多的负面条件 以至于造成民众他的就医 相对都遇到很多很多困难 那第二个就医疗资源来看 第一个医师的医护人员的人数 相对跟都会期来讲相对偏少 所以少有的医疗资源 它反而有集中化 以桃圆复兴为例 在地医疗院所仅有六家 并且都集中在前山地区 若要舒缓医疗量能的不足 高杨威则指出 需要确实落实卫护部所提出的 IDS医疗给付效益提升计划 加强导入乡外的医疗资源 进入山地离岛乡提供服务 包含整合完善的医疗服务 像是夜间门诊和急诊 再配合各地需求提供合适的居家照护 以及卫生教育 最重要的是让当地民众免去 舟车劳顿之苦 落实医疗服务 更具可静性与便利性 从医学中心来做center 然后再结合医院 或者当地的卫生所或者诊所 来结合执行所谓的IDS计划 这样来讲才能够对一个前乡 尤其特别偏遠部落 那才能够有医疗资源可以渐进 高杨威指出 目前仍有资源分配不均 以及机器设备不足的问题都等待解决 但若真要因地之意的完整运作 原是考验者医疗体系及工部门的智慧 原始人嘎造乌溜桃源复兴采访报导